早安 我是凱莉 早安 我是凱莉 現在是我們聊韓國的第二天的早上 我現在生意真的很怪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很早 看一下我後面 你看學有多大 因為今天來韓國就不免一定要帶小包去滑雪 那今天呢 我有把她報名了 所以有教練會教她上課這樣子 那因為我這些 所有這些都不是在台灣網站上找得到 是用韓國的網站搜尋的喔 所以價格都很便宜這樣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價格 那因為現在早上我們要上課之前呢 要先來幫她尋找一下她要穿的衣服 因為我們沒有她滑雪的衣服 畢竟她每年都在長大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順便進去裡面 尋找衣服 然後借器具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上去上課了 那跟我們提具借東西吧 讓我先休息一下 今天好像很容易睡覺 今天 想要睡覺 你剛才所以晚上 auch睡覺 你怎麼睡覺 很盡快 真的 理想不通 沒有 理想要睡覺 睡覺什麼了嗎 睡覺的 睡覺 睡覺我的天床 睡覺的 showed up 好,不用擋了,不用擋了 我們剛剛借完所有的用具 然後還有衣服之類的嘛 我記得我剛剛結帳的時候大概是不到一千塊 九百,應該是九百多塊 那因為我們自己有帽子跟那個眼鏡 所以呢,呃那個部分我們就不用付錢這樣子 那因為我有預約了一個教練嘛 那韓國他有分兩個小時、四個小時、六個小時 或一整天的,呃你可以找教練 就是一對一的教學 那因為我們就一個小孩,所以呢就是一對一 那如果說你有很多個小孩可以一對二、一對三 可能就會比較划算 那因為我這次選擇是只有一對一 然後兩個小時的課程 因為我怕四個小時小包受不了 那一對一的課程我剛剛有算了一下 以現在匯率來講的話大概是兩個小時的課程是不到三千塊的 就等於一個小時大概一千多塊而已 我覺得是蠻划算的啦 因為呃我不太可能跟他上去划 而且他的程度也跟我不一樣 所以呃他就可以跟著教練 然後可以到比較呃 教練就會看他的狀況可能 小包之前都是中階或是高階的 的那個滑道他都有去 所以然後呢那這個去的這個中間過程呢 他們也會拍攝影片啊或照片給你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就是說 我小孩在滑的時候你都沒有辦法拍到他們的 很帥的姿勢什麼的 其實他們都會拍給你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要帶他去喔 那因為我沒有要滑所以呢 我就會在旁邊工作一下等他下課 那因為只有兩個小時我覺得時間過得蠻快的 然後今天因為我們是很早就來 可能因為韓國最近真的太冷了 我以前來的時候通常都不會這麼慢 但是今天來的時候真的是都沒有人耶 就讓我覺得很驚訝 就第一個停車場都現在都還是空的 所以呢今天應該應該是會很幸運 可以滑到蠻多次的 然後呢那因為教練呢 剛剛我們在幫他租借衣服的時候 就有跟我要我的信用卡 因為他拿著我的信用卡 先來幫我結帳跟買兩個小時的課程 買了兩個小時的那個 呃那怎麼講什麼 纜車可以上去的喔 那這樣子的話我到現場來的話 我就不需要再付別的金額的錢 他就可以直接幫我結帳 然後到時候把信用卡還給我 那我們就跟小白一起去上課吧 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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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很美 哇 還沒有任何人來畫 哇 這太漂亮了吧 好棒 它上面有一個I love 旗山 你們看 哇 超美的 現在呢我們要去找那個教練喔 然後他幫我把所有他的 呃 衣服的用具那些 呃不是 就用具會幫我帶來 他們現在還沒開始 他們9點才開始 所以呢我們最早的一堂的 可以滑雪就是9點 那因為大家可能都不選這個時間吧 所以我們呢 現在是最早的一堂 現在還沒有任何人滑過 裡面那些是工作人員 那你看現在這個 Are you excited? The most thing I'm excited is not just I want to see the lift Oh the lift you're gonna see that But the lift you're gonna see that on it OK It's clean 小包剛才上來的時候就說天啊 好久沒有滑雪了 然後你看現在 因為這個最早的時間就不會有什麼人 然後你就不用跟人家一直在搶那個纜車 這樣子的話你可以滑比較多次 Yay 我現在在Seven的旁邊喔 因為我們剛剛一大早大概 我們今天好像是不到7點就起來了 好像6點半起來吧 所以7點就出門 那因為我開過來沒有很遠 可是因為小包沒有吃早餐 我沒吃早餐無所謂 但是因為他等一下滑雪 滑雪需要有很多體力 所以現在看一下他在幹嘛 剛剛進去便利商商他買了一個三角飯糰跟一個香蕉牛奶 然後他現在快速的把那個吃完 然後呢 等一下大概還有20分鐘的時間 然後等一下老師會跟我們約一個地方見面 然後因為我現在還有韓國的手機 所以我就跟老師約在大概要的地方這樣 然後他就有傳訊息 然後因為還有大概約半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來 我剛剛送小包機運上課 然後我現在在咖啡廳裡面 因為我要一邊工作 然後可是因為我早上還沒有吃早餐 然後我現在在這個咖啡店 還有一些就是比較小一點的甜點 給你們看我點什麼 我剛剛在那邊有看到我這個 然後我可能吃一個剩一個 等一下小包來的時候吃 然後呢 我現在在準備要上班 然後我的手機充電器一大堆 然後為什麼會坐這個位置 不是坐在那個地方可以看的呢 因為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因為這邊 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有衝座 因為這邊有衝座 必須要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其實大部分人都坐在這個區域 因為那個區域才可以看到整個滑雪場這樣子 但因為我可能也不會一直看滑雪場吧 所以我就坐在這裡 一邊上班今天喝一下咖啡吃早餐 再玩一次 然後吃了我覺得 最後一邊 好 一邊 吃了 吃了 太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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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剛剛上完課 然後今天又沒有什麼人 他剛剛纜車他還坐了十幾次 老實說他纜車坐了超多次 然後他大概體驗你看他後面衣服都濕掉了 因為他剛剛實在坐太多 實在上去太多次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回家 現在來吃金剛部隊鍋 來看看跟台灣有什麼差別 你看一下這個有多大 跟他小爆的第一比就知道他超大 然後這個就是韓國他們可以點的一些小小的東西 然後就跟著一起吃這樣 但我們今天沒有要點 可能就會吃這個然後配泡麵 Dio你可以去哪一個你要的泡麵 這個泡麵是隨便你 只要吃到飽不要浪費就烤了 先一個就好了吧 我就要去拿這個 因為這個泡麵的麵條是花椰菜口味的 也不是花椰菜就是感覺比較健康一點 那個另外這款呢其實在台灣蠻常有 這款比較少所以我想要就要拿這一款 然後這就是金剛部隊鍋的 這個是冰的 冰的海帶湯 沒蘋果一直吃一直吃的 沒蘋果一直吃一直吃的 人說怎麼會覺得很容易吃才能吃 要吃不吃 然後再吃一塊 就是發酵的 然後就是 confinning 他們可以吃 全部吃 牛腿 看人家 我不是 人家 我不是 他不是 所以 他是 兩萬四 大概 darüber 我們剛吃完飯喔 然後現在準備要去弄頭髮 因為小胞說他要弄一個歐巴的 歐巴造型的頭髮 然後呢我需要去染髮 所以我們就一起 就是去弄頭髮這樣 然後因為在韓國弄頭髮呢 我們現在不是住在首爾所以呢 價錢不會這麼的貴 然後加上他想要的髮型可能比較韓式 就想說那剛才在韓國弄弄好了 所以我們這次就有一個行程 是要排去弄頭髮的 那我們就先出門去弄頭髮囉 嗨 Teo What are you doing? Oh...perm Is it because I want you to do the perm or you wanna do? 這個人說他有韓國我爸的頭髮 我們看一下他在搞 Look at me 去弄完頭髮 我看一下你的頭髮 哇 是帥哥我爸嗎 然後因為他們剛好有活動 結果我就抽了一個籤 然後我就得到他們這個弄在頭上的 然後他們的東西都好香喔 所以呢今天運氣很好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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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跟小抱的朋友見完面以後 然後會加碼 然後現在已經是我們晚上11點了 因為我們回到家之後已經9點 然後因為今天就是跟朋友太久沒有見面 然後就小抱就是你知道 完全一直依依不捨完全分不開 後來朋友又招待我們去他們家 然後所以呢最後我們就回到家已經很晚了 那因為回來以後我就發現 因為我們接著又要再去別的地方 就是在一兩天後 所以呢我們現在又在洗衣服 要不然明天又是一整天的行程 那因為回來韓國呢 就是每一分鐘都很珍貴 所以每一分鐘我都要就是 讓他用到滿用到好用到開心這樣子 所以明天又是一整天的行程這樣子 那所以呢我就必須現在趕快洗衣服 明天早上起來才能把衣服弄乾 所以明天就先看著辦吧 因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小抱現在已經真的沒衣服了 因為他來這幾天每天都在院子裡面 狂玩那個雪 所以現在衣服已經都濕透了 希望等一下他洗好的時候 我可以趕快把它烘乾 明天我們就有新鮮可以穿的衣服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是第二天 在韓國第二天結束了 然後呢明天再來拍第三天 然後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